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会谈到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我们先顺着内容来看 繁体制版我们因为从续文经过了前面三章 我说有这个基础 然后再回过来看大师写的续文 在第七页 上一次我们谈到法九则生弊 这一段就是流传九 多久呢 佛教的历史2565 就是从佛陀入涅槃之后 佛陀如果注释 以这一期生命的视线来说 注释八十年 那从出生注释八十年 然后入涅槃之后 距离现在2565年前入涅槃 所以加上去就2600多年了 好 所以这样算九吗 从时间上 这一期 2000多年来看 当然是九 但是从整个宇宙虚空生命的这个实相来看的话 其实也还只是一刹挪吧 一个视线的面向而已 但不管怎么讲 作为人 在这个人世间 这个时间 真的是流传久了 说法九 流传久了 佛法流传久了 这个过程当中 就产生了很多的这种迷信 或者以鬼神为主的 或者是神权为主的 种种这些说法 好 那就是掺杂了很多是 背离佛陀的本怀的内容 被一些人扭曲 所以师父才说 可怜的佛陀 就这样给这些所谓的有心人就糟蹋了 实在说 说到今天来 如果没有人间佛教 是要怎么样去降服 去对峙那些抚佛外道呢 披着佛教的外衣 但是做的呢 是跟佛陀当时所教导 或者说在生活行仪各方面 戒律上是完全相反的 到现在还是有了 好吧 我们就继续看 后面就说 所以现在我们依着历代的祖师们 例如禅宗六祖惠能大师 他所说的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 虽然课文只写这两句了 但是下两句呢 说离世要求菩提犹如蜜兔角 就是说你离开这个人间 离开这个世间 然后你要去找一个叫菩提 一个觉悟的这个东西 犹如蜜兔角 蜜是寻寻蜜蜜找寻 就好像在找什么东西呢 找兔子的角 兔子有角吗 当然没有嘛 所以你去找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 如果你离开人世间 要去希望自己可以去证得觉悟 这件事情就如同在找寻兔子的角 不是角上的角 是头上长角的那个角 犹如蜜兔角 我看我们刺卡还是把他打出来这句诊断 四句看到了 就是讲这个惠能大师他在强调 不能离开人间 然后去修行 去找寻一个证悟的境界 那一些是不存在的 这是惠能大师说的 那太序大师说的是什么呢 养子 我们字卡一样 把它列出来 养子为佛陀 完成在人格 人臣即佛臣 世民真现实 人臣即佛臣 这是一句名句的 你要谈证悟吗 修行成佛吗 先把人做好吧 先把人要完成的功课 修行这些 先修好吧 人臣即佛臣 像这些呢 其实都是在强调着 真的 佛法是不离开世间的 都要佛弟子 齐心着力回归到佛陀的本怀 都不离世间 那后面就在提 传统的佛教确实负担沉重 需要有人能够正本清援 把佛教回归佛陀的人间性格 这是好事啊 你认为能做到吗 这应该也是参与学术座谈里头的 这个学者提出的问题 师父讲说 其实说把佛教回归佛陀的人间性格 你认为能做到吗 这就是学者来问大师的问题了 师父说如果是这样 全佛教的人士会觉悟到佛陀的本怀 会共同致力于人间佛教的发扬 就应该就可以做到了 当然要先从觉悟到佛陀的本怀 真的要认识 要肯定说佛陀的人间性 这些都要能够接受 其实早期师父在讲 佛陀是人不是神 开始讲的时候 有些人都觉得 就像师父写释迦牟尼佛传 早期刚出书了 那个时候师父当然很年轻 还被责怪 现在这个畅销书 已经都几十年流传下来 但那时候都还有人说 就是说心云某人 就是说我们的师父 太不应该了 怎么可以把佛陀写得像个人呢 那就很奇怪 不是人是什么呢 佛陀来到世间 本来就是世间 人是可以这样走 这样修 这样成就的 但是有些人受不了 就觉得你不可以让他太像凡人 你要给他好像神一样高高在上 其实这个也是背离佛陀的意思 所以我们的师父 说实在推动 带动人间佛教 这条路并不好走 只是觉得很可笑 就是我们正是 因为我们这个参与的这个年代 正好就看到师父被攻击 有时候心很痛 那些话我们学不出来 真的 闻一言伴佛 因身如三百毛刺心 好像那个剑啊 这样刺自己的心那么难受 但是师父就觉得为了佛教 就算你们怎么讲 对的我就应该要去做 师父真的是 怎么讲 就是一直都是很勇敢的 勇往直前的 就再有问题提出 说那佛教还有其他的分法 分类法 比如说有北传的佛教 南传的佛教 藏传的佛教 还有日式 就日本的佛教 不派的佛教 原始的佛教 甚至还有好多名称的佛教 包含韩国佛教等等 那为什么现在要增加一个人间佛教呢 我就说这个是很 应该怎么讲呢 我不能讲说它很可笑的问题 我不能这样讲 这毕竟都是大学者提出 他认为人间佛教是心云大师 我们的师父把他再增加一个 其实不是 我在这里我自己画上一个叉叉 我把那个增加圈起来 画一个叉叉 回归嘛 因为那就是本来佛陀的本怀嘛 师父并没有把它增加 而是带着我们认识 那就是本来的佛教嘛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我不赞成 并没有增加 我们看看师父怎么回答呢 师父说 因为学者问嘛 已经这么多这么多了 你为什么要增加 那师父说 就是因为过去 佛教派系分歧太多 明相复杂 失去了佛教的本来面目 现在我们本诸佛陀出身 纯道 说法 洪化 甚至涅槃都在人间的史实 就是这是一个历史上的 这个现实实际的 所以要回归佛陀本怀 要信仰人间佛教 所以是回归嘛 并没有增加 其实增加的是这个流传时间那么久远 分歧出来的那个才是 现在把它整合起来 回归起来 而且真的是要回归 佛陀的本来的本怀 那个本来的面目 这样 好 那下一个问题呢 又有学者说了 我也听过很多的佛教人士 学者教授 他们都希望把佛教和中国传统迷信的宗教 神鬼的信仰分开 倡导人间佛教 师父就说你说得对 确实 到后期 就是说前期我们在看 那些在毁谤师父 说师父怎么怎么 谈什么人间佛教 这些人 到师父好不容易 真的在全球把他带开来 算不算微微风气呢 这等于要再更有普遍性 这我觉得 在佛光上没有问题 佛光普照三千戒 但是如同我昨天讲说 这个我们要努力的空间还很多 还是尤其我们在海外 在欧美国家 其实还是很多人 找不到佛教 看不到 这里提到一个传统迷信的宗教 就是中国传统迷信的宗教 就很多人把传统的佛教 跟那些算命不挂 看风水地理帮人算命 那些种种那些迷信 还是分不清楚 像这样子 所以有一些学者 他们还有佛教人士 他们也是赞同是这样的 早期就不是 早期就觉得是反对的 觉得师父好像离经叛道怎么样 但有一些就后来就认同 但有一些甚至于还说 人间佛教就是他们在提倡 他们在努力 竟然来争这个名 我都觉得很可笑了 师父就说 是谁带的不重要 重要是大家都认同就好了 就是这样 好 那师父就回应这些学者 他们说 确实是有一些人是认同的 师父说你说的对 人间佛教去除邪见 扭转偏见 回归政治正见 必定是当代的一道光明 是未来人间社会的希望 也是民众幸福的来源 更是就近解脱的根本 方向对了 那个最后的目标才能达到 不然就偏离了佛陀本环 但提这个问题的学者就在说 不过假如有人对人间佛教不认知 那怎么办呢 你说能够推广当然很好 但是就是有些人不认知 这个不认知 我从师父的回答里头 就说不肯定 不接受 不认同 大概是这个意思 这个不认知 大概是不认同 那又如何呢 师父说这一段 我觉得大家对于人间佛教的 所谓的认知或者认同 通过师父的回答来看 所以有一些不认同的人 他怎么样呢 这是因为那许多人 愚痴不懂佛教 不懂佛教呢 还要自我执着 他不能明白佛陀本环 也不明白佛教的历史 就说这些不认同的人 其实呢 他是不认识佛教 不懂佛教的历史 说两千多年来 佛教承受了外道的摧残 承受了历代帝王政治的迫害 承受了群众消极的偏见和误解等等 这个在第四章 就是中国佛教衰败的原因 师父分析的非常清楚 这个怎么讲 真的看起来真是佛教的血泪史 传入中国 几次法难 甚至于中间的那种 太辛苦了 但是这一路传承下来 通过这一些 所以师父讲两千多年来 佛教 这里讲两千多年来 除了在佛陀 在印度了 两千五百多年 但传入中国 两千零多少年 两千再过几十年这样子 总是过了两千年 所以师父写 两千多年来 佛教承受了外道的摧残 承受了历代帝王政治的迫害 这就是所谓的法难 承受了群众消极的偏见和误解等等 例如把佛教从都市驱赶到山林 让僧侣居住寺院远离群众 居住寺院 这是来到中国佛教的发展 但是问题就在于 把它迁到山林里头 让人不方便去 然后就可以远离群众 为什么这样做 这个在讲第四章时候会提到 是哪些事 因为今天我担心时间不够 不能从这里就跳到第四章去了 讲到历史去 其实佛教 就是真理 佛陀教导我们的佛法 那种智慧 是太有吸引力了 有很多佛教的僧侣 过去的祖师大德 高僧大德 他们也很有影响力 所以为政者就会害怕 怎么可以有其他人有影响力 像这些 所以就把 又不能自己也了解 就是说 也认识佛教 也不敢犯因果 所以就把寺院出家人 迁居到远远远远的山里边去了 就远离群众 造成传统佛教 既不重视人间家庭的信仰 也不重视实际的服务 不重视人间社会的进化 只在理论上悬谈 甚至有一些愚昧的指示 一再讲解消极的佛法 不从积极上去宣扬 只想着出世的了身托使 不想积极入世 去服务大众 如果佛陀 他是要大家就是避世 就是求自己的了身托使 那佛陀自己就不用一直 这个四十九年来 在形化人间 不断地接触人群 不断地苦口婆心跟他们讲说 所以像这一些 我觉得今天因为时间关系 只能先到这里先打住 我们下一次讲教材的时候 就从这里再接下去 对于这个出世了身托使 之后究竟往哪里去 就是下一次我们再继续 好 简单先带到这里 提醒在沃泰华地区的护法信徒 从这个星期六又增加了 就社教班 各种才艺班 大家注意看开课日期 天气好了 很多实体上回到道场的课 也都有许多 所以只是提醒大家 这个星期六 就明天星期六开始 陆续开班 注意一下 好 就到这里 祝福大家 和 impactful 感谢您的观看